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又在南海和太平洋上插手 也就是说他要在菲律宾上 他又要占他自己的旗子了 才派出丽玉扁帽 在台湾的金门澎湖频繁出现 现在又往这些岛屿去移动了 你认为美国到底是想干什么 他一下挑衅台湾海峡 一下又要挑衅南海 难道美国就是故意找茬来这吗 郭总编 我叫说美国很显然在重铸 或者重构冷战的那样一个战略 全球战略 冷战的全球战略 就是当时美国为首来构建一个所谓北约 北约然后来进行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 来形成两大阵营 那么当时他们构建了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军事对抗的一个部署 全球的部署 同时当时把中国作为东方阵营的一个成员 对中国形成一个所谓岛链的这样一个封锁 包括当时菲律宾 大家也知道在二战期间 美军占领了菲律宾 后来菲律宾独立以后 美国又以它过去的主人的身份和菲律宾 签署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些条例 包括美军长期的驻属驻兵在菲律宾 那么很多这一方面也有很多的 包括电影 包括一些这段历史就不多讲了 那么现在美国想要重温旧梦 这个旧梦就是要重新回到东南亚 过去它的一些势力范围 重新来构建一个在各个方面 来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封锁链 或者说集结它原先的力量 来对中国形成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围堵 或者说包围 那么菲律宾现在这个小马克思上了以后 也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投机的一个做法 一方面曾经它想向中国 适合它自己跑到中国来 强调说跟中国要如果合作等等 同时又在南海的领土的位置上 平平地为美国当这个所谓的 这个用广东话 用香港的话来说叫做烂头尊 烂头尊什么意思 就是烂头 这个就是士兵都往前冲 但是不要命 就是这个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也让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看呢 觉得你菲律宾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那当然最近在这个仁爱交的这个这个问题上呢 大家就关系就很紧张 所以美国现在想要这么做 就进一步来挑拨菲律宾和中国的这样一种关系 事实上是要把菲律宾紧紧的抓住 摁住 不能够让它这个和中国和解 和中国友好 这样的话 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菲律宾 包括它的港口 包括它的军港 很可能会重建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一旦美国重新在这个东南亚 回到它的这样一个原来的这个一些基地上 军事基地上的话 那么我相信给整个地区 包括东南亚的地区 可能就是麻烦的新的开始了 郭教授 郭总编说得好 我们看到美国啊 不管是拿绿远帽呢 在台湾的洪湖或金门啊 平凡出现 或者这次的这个是美非的防御条约呢 他又想要在菲律宾呢 搞港口等等啊 那这些动作呢 都让我们联想到 跟它的军工产业有莫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的军工产业 真的开始落成啊 而且成为世界的这个冰工厂了 是在1940年才刚刚开始 可是呢 到1960年代啊 是由艾森豪将军呢 当上美国总统以后 他就发现了 整个美国被军工产业给控制住了 而今我们看到啊 事隔又过了60年了 现在局面可以说了 结果产业似乎啊 是像非常贪囊的野狼的狼群啊 不断的在第一岛链上啊 用各种方式啊 来制造纷争 而且呢 来榨取他们伤天害理制裁 例如像台湾啊 哎 那记得还没坐上位置 就跟他开口 要四千五百亿的美元 那么您认为这次他拿所谓的共同防御 在菲律宾这边找事情 表面上似乎是在南海这边开市端 而且美其民说是跟印太这个整个战略有关 您认为是不是里头还有另一层 也就是美国根本已经严重的缺钱 他的举债已经到了33兆美元 也就是33万亿美元的天花板 他们自己甚至有些地方都已经绝对的入付出 而且他的议会也为此啊 产生了很巨大纷争 您会不会发现 或者会不会觉得这里头有军工产业 又在向菲律宾或者向台湾要钱的痕迹呢 郭总编 郭教授您说的对 就是美国本身他的国内其实已经矛盾非常严重 甚至多次面临这个政府要关门 因为这个债务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天花板 不仅到天花板一再的突破天花板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美国就要来一招把国内的矛盾向国外转移 让其他的国家来分担他的债务 那么他靠什么呢 一靠美元霸权 二靠他的11条航空母权 那现在这个航空母权就是他的海上这种距离 那么怎么样 那就要首先要在各地去制造冲突 制造麻烦 然后呢 向其中的一方或者是双方来提供武器军火 他们从头牟利 其实最近美国的这个这个奥斯丁的这个官方部长 他奥斯丁在承认 说是俄乌战争从这个这个军火 从军事这个角度来讲 对美国是有利的 他这个说了这个白话 虽然你看他提供的 我职业力多少多少 但是事实上这些军火呢 他呢第一是固存的军火 他必须要把它甩出去 第二呢甩出去以后呢 他就重新可以制造军火 这就拉动了经济 拉动了经济 然后呢 这些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军火 不是不要钱的哦 因为哪天一旦停战以后 乌克兰就欠下了美国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债务 那将来这个乌克兰就牢牢的被美国给控制住 乌克兰有什么 乌克兰有大米 有资源 这些大量的这些资源呢 包括他的这个各种的这样一个军工军火的这个供应啊等等 那都被美国牢牢控制住 所以他现在呢 您看到在菲律宾的 为什么 最近菲律宾好像胆子生毛了 平平的主动的来挑衅中国大陆这么一个国 就是因为美国在后面挑衅 说你给他干 我在后面支持你 然后一旦干起来以后呢 美国就说那你得给我买军火 你干不过他 我给你提供一些军事支援 我给你派军队 我驻军来给你培训 来 你得给钱等等 这就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是 感谢郭总编 看起来美国25大军火商啊 又在五角落下或者在白宫后面调试 要从菲律宾这边 讹诈出一大笔巨款了 如同台湾被讹诈是一样的 谢谢郭总编精彩点评 感谢郭总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